來,我現在要針對講,就是說,剛才我們常在這個Google注意輸入法裡面的字,那個那個字會裡頭,可能會放的,像剛才比如說中華民國,什麼那些,那其實字都很好,都還算蠻好輸入的,我就說,我舉個例子,比如說,統一,這個統一這兩個字,你看喔,統一照理說,特污翁統,然後第二個字是一而已, 那我可不可以,這兩個字我可不可以把前面的音,前面的音抓出來呢,你看喔,我如果打,來看一下我這邊,如果我打,統一,你看喔,他反而把,他認為你是特一,你要準備要輸入第一個字的第二個音,有沒有,所以那這種怎麼辦呢,這個就有點稍微麻煩一點點, 那你要怎麼辦,你可能就是特污,先把統一的統的前面特污翁,特污先打出來,再打一,因為這樣子他兩個字才不會併在一起,對,他才會認為說,這是兩個注音的事情,不是一個注音,對,有可能多打一個,可是你看,多打一個字,其實有時候還是不容易找, 那如果真的不容易找,我舉個例子喔,第一次,常常是第一次不容易找,那我就建議各位打,特污翁,然後一,有沒有,假設我打出來了,統一出來了,統一超商,好,但是呢,下一次,你要再打的時候,你還是要打, 你不能打,特一,你一定要打,特污翁,然後再來一,才有可能找到統一,但是,但是就是說,你可能要打多打幾次,多選了幾次統一,之後這個統一的智慧才會進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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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,那我就說,比如說呢,另外呢,我另外還要介紹的就是說,人民,人民呢,我們平常不常, 就是,就是,智慧裡面絕對不會去寄,寄人民,這個智庫裡面絕對不會去寄人民的,但是就是說,假設那個人民,你會常打,你常常會打給,打給某個人,直接稱呼他的名字,比如說,你常常會講,欸,隱蔥,隱蔥,什麼什麼事情,在打,在跟我講話之前,你會打個隱蔥,然後再講什麼事情,你覺得隱蔥兩個字會常用到的話,那你就可以打,你就建議你,因為,名字的部分, 你一定要把拼,全部出來,幾聲,有沒有打,第一次最好打,會比較好,比如說呢,你看我就,一翁影,吃烏翁蔥,但是別急著選字,別急著選字,先把注音都打出來,好,那你看喔,這時候,各位看一下,我注音都打出來,唯一有兩個字的,不是我真正的,我的名字, 那你就可以一個字,一個字選,贏,衝,好,我選過一次了,接下來看喔,一,我就打第一個音,吃,衝,嘿,他,現在可能還沒有,那,那個什麼,當然,那個,你最,你只要再多打幾次啊,一翁,甚至一翁吃, 這可能還要多打幾次,有點繞鼻了,呵呵,就是你要多打幾次,那個什麼,名字,有些東西齁,名字的東西你要多打幾次,他才那個,比如說我,我再選一下,我全名好了,比如說王,影,衝,好,那,前面的王影,對, 對,再衝,再重新選,好,有個名字,好,我就先傳送一次出去,好,再一次,王影,衝,有沒有,對,但是,有時候,像比如說這三個字的,你要能夠三個字的,音又是正好就是,這樣,烏一支開頭的,可能不多, 他,所以如果你只要輸入過一次,像你那個,三個名字,三個字都打了的話,然後,那個字庫裡面,比較少三個字,同時有這些,他就,反而他就會進進去,馬上就找得到了,OK,所以這個東西,但是,我說有時候,你的中,第二個字,或第三個字,是,一開頭,或烏開頭,或鬱開頭,欸,就有點麻煩,我就說,你前面那個字,建議再多打一個注音, OK,好,就是你,第二個字,或第三個字,如果有,一烏,鬱開頭的,好,所以我就說,待會如果我們拼不出來,還是想要回歸,我們怎麼切換,待會我們來講切換,好,對對對,所以你看,比如說我統一師嘛,好,我就打,我先,我說第一次打,我就把所有注音打出來, 同,三個,甚至三聲,一,好,濕,好,選了,選過一次之後,好,現在接下來,我只要打,同,可是,你這,你,我說,第二個字是一,可能就有點問題,好,你看,如果我這樣子打,他可能找不出來,你看他反而提升, 對,有可能就比較容易正確,同,然後一,十,但是,有時候,有時候,真的不行,那就把第一個音打,就是,一,一烏,於前面的那個字,注音打滿,一,十,這樣就可以,有沒有,就有了, 我,我老師,我一直說,按旁邊,是有一個麥克風,對,按這個,或者用這樣,同,可以啊,可以啊,可以啊,所以這就是我剛才講,你在輸入的時候,旁邊有個麥克風,就很好啊,你看我就按,我就點啊, 統一師,誒,我還不要,對不起,我還按下去,要一直按著,統一師,誒,他怎麼變注音,誒,他怎麼變語音錄出去了, 不是,不是,來,等一下,沒關係,我再,我再馬上調整一下,然後那個,那個再跟各位講,那現在各位可以先試一下,這個輸入法好不好, 好